那有鸟不知道它 是一只鸡 鼓起春月的海 三寸也欢迎 一看距离啊 大沙海月 樱口走起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知名中国歌手刀郎 曾用2002的第一场雪 在毫无宣传的方式横扫大江南北 当时专辑销量达到270万张 席卷整个华语乐坛 刀郎风刀11年 用新专辑 山歌聊灾 震撼复出 一一首罗刹海事 席卷各大社交平台 并在短短11天 在全球的播放量达到81次 它不简单的是一首歌 它更像是 这十几年来 我想表达的 通通用这个方式 从现在这个 特别残酷冷酷无情的 无人世界 那马虎不知道它 是一头鱼 那有鸟不知道它 是一只鸡 刀郎也在此爆红成为网友注目焦点 罗刹海事 取材字 聊斋 短篇小说 由于歌词深色难动且耐人寻味 有网友揣测是在暗讽 曾批评刀郎的著名音乐人 对此刀郎并没有特别解释或回应 留给听众自行解读 十年末一键一曲风神 罗刹海事创下最多改编翻唱版本甚至唱到海外 我穿过香港两万两千里啊 过去穿过海 山穿过海 一杯都没感想 那内观啊 有口所欧天 爱吃饭年天啊 多痛过你 一杯都没得到 啦啦啦啦啦啦啦